HSK六级样卷听力材料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六级考试 HSK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五十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一到十五题 第一到十五题 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一个年轻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 有个小孩站在他旁边很久 一直不走 年轻人问 小朋友 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不走 有什么事吗 小孩说 这个椅子刚刷了油漆 我想看看你站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二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的意思是 读书就会有所收获 毫无疑问 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老师 是人类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博觅 博览群书 能使人拥有高深的学问 能言善变 受人尊重 三 丈夫给一家杂志社写了三封信 提了些合理化建议 编辑部给他寄了两本样刊作为答谢 丈夫非常高兴 我问他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准备给汽车公司提提意见 四 童话里的人物往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童话最大的特点是 使用丰富的想象力 让动物和植物都拥有了人的感情 很容易让儿童接受 虽然童话主要是写给孩子的 不过有同心的成年人 同样能在童话中找到快乐 五 秋季来临 很多北京市民会选择去香山观赏枫叶 香山红叶文化节 一般在十月中旬举行 并持续到十一月份 如果不受特殊天气的影响 香山的枫叶将一直红至十一月中旬 六 机会并不是越多越好 当你的面前只有一条路时 或许你会坚定地走下去 最终到达目的地 但当你有很多机会时 或许你会与成功擦肩而过 因为你在很多时间里都在犹豫 而机会经常在犹豫中失掉 七 很多父母习惯只给婴儿吃少数几种食物 但专家表示 大多数婴儿六个月大时就可以安全进食多种食物 他们认为给孩子提供多样化食物有好处 可以帮助他们长大后适应不同种类的食品 八 快到春节了 常常听到春运这一词 春运是什么意思呢 春就是指中国最传统的节日春节 运就是指运输 春运就是指春节期间的运输 主要包括火车 飞机 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运输情况 九 一对夫妻吵架后 好几天都不说话 这天 丈夫想和妻子说话 可妻子不理她 于是 丈夫于是在家里到处乱翻 妻子最后忍不住了 你到底找什么呀 谢天谢地 丈夫高兴地说 终于找到你的声音了 十 矿泉水是指未经污染 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 或人工开采所得的天然地下水 矿泉水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 这些矿物质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对人体生理功能有积极作用 十一 敲门也是一种礼仪 最有生死派头的做法是敲三下 隔一小会儿再敲几下 敲门的声音要适中 太轻了别人听不见 太响了别人会反感 敲门时不要砰砰乱敲语气 若房间里面是老年人 会惊吓到他们 十二 参团旅游具有省钱方便的优点 但是行程往往安排的较为密集 旅客容易出现疲劳现象 自助旅游的优点 是自由自在 随心所欲 但在旅游旅游旅旅客在解决交通 住宿等问题时 往往会遇到麻烦 十三 空姐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这项工作其实非常辛苦 而且可能遇到特殊情况 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一定的应变能力 就会忍受不了工作的压力 做不好这项工作 十四 沈阳持续一夜的挨挨大雪 已于今天上午九十左右停止 目前 沈阳天气晴朗 到处是一片银白的景象 孩子们欢快地在雪中嬉戏玩耍 人们在路边驻足心上雪景 十五 他是一个荧幕传奇 他是一代武打巨星 他创立了节全道 他将中华武术传播海外 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很短暂 只留下四部半影片 却足以让全世界热爱武术的影迷 回味一生 他就是公府之王 李小龙 第二部分 第十六到三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 第十六到二十题 第十六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朋友们好 现在人们 对自己的健康 可是越来越关注 连洗脚都越来越有讲究 洗脚是已经老土的说法了 时髦的叫法是足浴或者足疗 专门通过足浴 来为顾客提供健康 保健福的足浴店 也像雨后春笋一样 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千子连族裕 就是这洗脚大军中 很抢眼的一员 他颇有传奇色彩 因为他的创始者 是几个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创始人之一 徐先生 徐先生您好 从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到洗脚工 您能接受这种身份的转变吗 我从来也没有觉得 自己是个洗脚工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 一个现代企业的管理者 和那些大企业的管理者 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经营的是足域服务 再说了 洗脚工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谈不上能不能接受的问题 您认为千子连 吸引大量顾客的关键是什么呢 放松的感觉 我们的顾客中 大部分都是商务人士 平时职场上太累 到了千子连 他们可以放松下来 这种放松 是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 我觉得千子连 这个名字很特别 它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名字的灵感 来源于敦煌壁画 我曾经到过敦煌 受到了很深的震撼 在敦煌墨高窟第五窟的壁画上 有陆女生下莲花 变成一千子孙的典故 我把这莲花千子结合在一起 就得到了千子连这个名字 我对这个名字很得意 国内大部分连锁品牌的名字 取得都很西化 只有我们的名字 最中国化 我觉得千子连 明亮的殿堂 和我们传统理解中的族语店 有点不相符 是的 在中国人看来 让别人给自己洗脚 是一件有些尴尬的事情 我就是想把这种尴尬的事 变成时尚 其实洗脚和理发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没有什么难为情的 我们的店都有统一的装修风格 和管理模式 迎接顾客该说什么话 多长时间端上热水 都是有统一标准的 而且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服务人员 都有国家颁发的 足部按摩师证书 16 难得开千子连店以前是做什么的 16 难得开千子连店以前是做什么的 17 千子连店主要从事什么服务 18 难得怎么看待自己 19 千子连这个名字来自什么 20 关于千子连店 下列说法 哪项正确 第21到25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欢迎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 您好 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 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 是这样的 到现在已经改了七年 我把自己以前的作品全部改完了 从书建恩仇录开始改 有15部小说 每一部小说差不多都要改 现在已经全部改完了 新的修改本也已经全部出版了 最初开始写武侠小说 是为了一个乐趣是不是 最初是工作上需要的 主要是我在新晚报做编辑 新晚报需要这样一篇稿子 人家知道我喜欢谈论武侠小说 算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我就被抓来写了 您的读者遍布全球华人世界 无论什么职业什么性别 您有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您的作品大家都能接受 想过 我认为是因为代表了中国的 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 您觉得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是忠孝仁爱 这种道德观念 对待朋友应该要真诚 对待父母应该孝敬 这种价值观念是中国人大致一样的 您曾经说过 说武侠小说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这些古代的事情离现在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恰恰看到您的小说 被无数遍的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然后又编成电脑游戏 是每一代年轻人都喜爱的文化产品 这和您的话之间有矛盾吗 我没有说武侠小说没有前途 我意思是说 要发掘武侠小说越来越困难了 要再写下去越来越困难 对 我想将来这个武侠小说的前途 不是写古代了 可能是写现代了 作为人生的境界来说 您现在最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什么 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希望可以平平淡淡过生活 有机会能够游山玩水一下 二十一 男的刚刚完成了一项什么工作 二十二 男的最初写小说的原因是什么 二十三 男的作品为什么很受欢迎 二十四 男的认为武侠小说的前途是什么 二十五 男的希望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二十一 感谢观看